涡扇15版本的歼20高清大吐终于现身了 军迷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新歼20配备的涡扇15 这个第四代大推力涡扇发动机上 这是中国自行研制的首款 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四款第四代大推力涡扇之一 涡扇15的尾喷管看起来优黑发亮 收敛片没有采用太行发动机早期型号的影射式喷管设计 收敛片的尾端采用了锯射型 像是使用复合材料 毫不夸张的说涡扇15的外形很漂亮 杀气十足 毫无疑问涡扇15的出现让歼20的性能更上一层楼 该系发动机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个小含道比涡扇 和F119以及俄罗斯的产品30属于同一水平 那么相比之下 尽管F135也是第四代大推力发动机 而且最大加力推力在180千牛一级 但是含道比接近0.6 含道比大 发动机会比较省油 推力容易做的比较大 缺点是超音速性能不足 F35最大速度仅有1.6马赫 很大程度上 就是拜这个先天不足的发动机所赐 乘也F135 败也F135 而涡扇15是一个小含道比涡扇 是专门为了歼20的超音速性能而设计的 尽管付出了最大推力 不如F135的代价 但发动机在超音速速度推力包线的表现较强 性能表现也比较好 对于歼20进一步发挥飞行包线右侧的性能 实施超音速蓝射起到了更好的助力 可以说换装了涡扇15的歼20 就是目前超音速速度下的空战之王 无出其右 第二是它的推力强劲 目前的第四代涡扇推力指标 基本都维持在均推11吨左右 最大推力15吨到18吨之间 发动机连同机下附件的重量 和发动机最大推力之间的比值在1比10左右 也就是所谓的推重比为10亿级的涡扇发动机 涡扇15的最大加力推力 虽然不知道数据到底是多少 但可以确定的是 比之前的太阳发动机高出了一大战 甚至使用军推就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 飞出非常强悍的性能表现 总之换了涡扇15的歼20 推重比数据非常好 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FR22的水平 这也是歼20荣因空战之王 成为目前世界上空战最强机型的一个底计 当然了 很多军臂看到涡扇15还是有一些不满的 毕竟在珠海航展上 展出过很多新一代发动机的改进性和技术验证性 比如使用碳纤维喷管 使用三元矢量推力喷管 使用二元矢量推力喷管 这些型号 这个军迷也都热切的盼望着 这个歼20可以使用矢量推力发动机 这样就能在亚因素机动性上更加惊艳 飞出各种眼花了断的战术动作 比如落叶飘 赫伯斯特机动等等 从中国航发在矢量推力发动机的技术储备来看 在涡扇15上装一个推力使用系统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晚晚没想到 涡扇15真正装上J20之后 推力使用喷管却不见了踪影 为什么会这样呢 肯定不是技术上的因素 唯一的原因就是性能取舍了 用了推力使用喷管 由于密封等原因 推力是有一定损失的 以F22上的F119来说 经过了多次优化之后 依然会造成5%左右的推力损失 那么同时 喷管本身安装有连杆和液压机构 重量也比较大 10吨军推的发动机会损失5% 大约500千克的推力 再加上两台发动机 在推力使用喷管上 可能会有数百千克的增重 那么这一来二去 等于白白背上了一吨左右的死重 对于一架讲究机动性的飞机来说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经过仿真计算后 如果认为这个代价可以接受 那么就装推力使用 如果需要放弃这个死重 来确保战机的推重比 那就没有必要上推力使用发动机 那么目前的情况是不上 确保战机的推重比能比较好看 同时还要看这架战斗机 主要强调的是哪个速度范围的性 从目前推力使用发动机的 使用速度区间来看 基本都是在亚音速速度 用来飞出各种非一所思的超机动 但是在超音速速度上 它用处就不太大了 最多可以起到一部分负义的作用 在控制一面锁死的情况下 控制飞机的抚养和转转 但是总的来看 主要还是在亚音速速度 为了各种超机动性能而出现 那么歼20没有装 某种意义上讲 也证明了歼20真正的性能重点 是超音速性能 尤其是超音速拦截的性能 至于亚音速阶段 虽然相对四代机来说有音的提高 但总归它不是歼20的性能重点 总结一下 小含道比 大推力 没有安装推力使用发动机 这些都是为了提高歼20超音速阶段的飞行性 再度证明了歼20的性能优势区间 在飞行包线的右端 这是一架为了超音速机动性和超音速蓝色而生的空中刺客 不是类似于F22或者苏57那样的 还带有第四代战斗机技术特征的 用得在空中转圈的格斗机 这可能是歼20相比与其他所有五代机最大的不同 似乎也只有我们参透了五代机时代的空战到底应该怎么打 那么除了现在看到的涡扇15 歼20还进行了哪些技术改进呢 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机身背部抬高了一些 抬高了之后 第一是可以多装一些油提升燃油系数 第二是可以多装一些电子设备 第三是有一定的减度作用 那么根据计算可以降低歼20在超音速状态下的阻力 这同样证明歼20确实是一款为了超音速性能而生的战斗机 超音速拦截无敌 除了换发动机 系统外形有变化 那么剩下的部分就是看不到的方面 比如从歼20的原型机首飞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年 拿歼10做对比 那么歼10首飞后十年 连歼10B都出现了 现在歼20也出一个类似于歼10B的改进型 一点毛病也没有 比如将相控制雷达从原有的深化加材料更换为功率更高的弹化加 就可以极大的提升态势感知能力 将机头下方的光电探测系统孔径增大 在后台软件中加入人工智能算法 就可以提高在雷达不开机的情况下 对远方路要的坚实能力 那么又比如采用西方先进战斗机升级当中 这个常见的升平7载火控计算机的做法 提升处理能力 就等于让歼20的大脑运转的更快 就像手机的升级十年前用的什么手机 现在用的什么手机 一个道理 那么在机载武器上 歼20服役这么多年 还是只能带四枚远程空对空导弹 相对来说 这个数量多少有点低了 因此新的歼20将会增加机载武器的数量和准备 比如某款已经装备 但是迟迟没有曝光的空对空导弹 接下来大概率也要现身了 还有给歼20准备的多款对地攻击武器 之前是一个也没曝光过 现在也该到了该出现的时候了 那么总而言之 歼20的改进型出现 证明歼20已经发展到了中期 而它的改进相对来说也不够寂静 更是证明我们更为看重的 应该是新一代战斗战 大家拭目以待吧